Hello 大家好 我是Mio 我現在要飛台北了 究竟我們昨天做什麼呢? 想看的就繼續看下去了 好了好了 台北的第一餐 就來到這一間 TOMEDA 可以的早餐店 Good morning everyone 吃什麼呢? 吃什麼呢? 今次台灣之旅有什麼計劃教我們 吃東西 吃東西 看錯了這裡 吃東西 我上次去濟州的時候 拍完濟州的封鎖 Bye bye 是機場那次 所以我們做攝影機 還有一隻會上機的拍 這是G7X 新的那部 Mk3 我很榮幸因為今次來台灣 其中一件很想做的事 就是在蔡依林演唱會 沒錯就是Ugly Beauty 台灣的首場的tour 很興奮 這幾位朋友 阿登遠到以來 一起去欣賞的演唱會 招牌 在蔡依裡面是 蛋和豬肉 好不好吃? 覺得如何? 其實我不吃蛋 不喜歡吃蛋 為什麼不吃蛋? 因為我有一個偏吃的小伯伯 你覺得好不好吃呢? 好吃 好吃嗎? 我先拍一下 好 自拍 這個是麻油雞 阿天有雞三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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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其實台式蛋味 真的是我這個 這個很想吃 我記得是有餃子 好了 我們現在出發去 夜 今天是我們來台北的Day1 我們第一站來到 就是一間 聽說是一間 很漂亮很漂亮的餐廳 但是聽說裡面的東西吃 是極之難吃的 我問我朋友 那些東西吃究竟有多難吃 他說 是難吃到10分滿分 只有1分 那它是不是真的值得到 這麼難吃都要來呢? 我們馬上看看 設裝修很漂亮的 嗨 等一下你們不是點了 是很快 你是不是拿他們的欺力 遲同不遲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上次吃這個 Signature Smash 和Chill Meat 是有多難吃的 真的好像飛機餐再難吃 哇 好像換了菜單 我上次有吃他們的沙律 然後有沙律的味道 好像plastic 哇 這沙律好像膠 這沙律 如果做出來的食物是10分 但是我說得這麼壞 之後你們會 很難會覺得難吃 很難會覺得難吃 不如說說你的品牌吧 它是香港人 本來台北煮的 現在就在台灣開設了自己的 Skin Care Brand 給你30秒說吧 30秒很難 是一個很基本的Skin Care range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Normal 很多人都會覺得 塗油會生粒粒 是不是 因為用醋油 我們的品牌一定會生粒粒 對 確實 他們的品牌還有一些 那些roller Facial roller 用來滲透力 滲透得好一點 因為水晶是有它的能量 if you believe in 但我經常覺得那些是假的 水晶 all my energy sending good vibes 但我不相信 我甚至是 其實你看人家帶水晶 是真的 pattern是會變的 pattern會變是因為它舊 不是 是因為它真的吸收了這些 這好像是 沒有味道的健康食物 我上次只說這個很難吃 是嗎 你可以再試一下 好棒 哇 真的 哇 打仗的乾淨 哈哈 好像Barbie玩具的食物 這個是肉醬加 芝士 那些小朋友吃的 這樣 滅開的 你買芝士只有包中間有 哈哈 是那些麥當勞 對呀吃這陣子 不是啦 不是麥當勞芝士 不要侮辱麥當勞 試一下吧 嗯 麻煩了 它就是飛機餐被遺棄的咖哩 很可憐 就是它了 就是它了 哇 這個是我們叫的咖哩雞 好像在飯盒拿出來 對呀 這個是Econ Econ的雞 哇 好乾呀 更加 哇 哇 雞肉有雞味 當吃白灑雞 就是OK的 當吃白灑雞 這麼誇張 真的有少少咖哩的香味 但是它這個咖哩是 不是咖哩來的 是水來的 好了 我們吃完這個 這麼不好吃的餐廳之後 聽說二樓也是有一個拍照位的 那究竟這裡是否值得成為一個拍照的熱點 我現在直接上去看看 但是首先我想說回來 就是這裡的確的裝修是真的很漂亮的 而且真的有很多位置值得拍照的 就好像它桌上也有放了很多 一些很可愛的小綠的公仔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木的Decoration 我覺得都是很值得加分的 雖然我們對這些食物 就不是超級超級符合我們的口味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來台灣 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可以打卡去放上Instagram 或者哪裡都好 其實這裡都是一個好地方 那另外我想說一下 但是那些食物的價錢 其實那些價錢都非常平易近人的 喔! 哈囉! 我不知道你姐在 我在! 你不知道我在! 嗨! 哈囉! 嗨! 好突然啊 哇 我找到原來真的有二樓 二樓是真的漂亮很多 我的顏色的分配都更漂亮 好啦!我們現在去尋找新的食物 嗨!我們要去吃牛肉麵 對!我們要去吃哪一家牛肉麵 零東方 零東方 零東方嗎? 零湯 我只有吃過零東方的牛肉麵 我覺得零東方牛肉麵蠻好吃的 這一家的粉蒸排骨很好吃 粉蒸排骨 還有粉蒸大腸 喔!是嗎? 我都不吃的 我真的好餓 我要吃好吃的 剛剛真的是被騙了 我只是想說 它的食物是我人生中 吃過咖啡店的最難吃的 真的很難吃 千萬不要去 每個人對吃的口味不一樣 很多人在排隊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試一下 因為反正它不算是很貴的餐品 反正那邊蠻漂亮的啊 就去玩一下 開開心心跟朋友聚一下 人太多了 下雨還沒有 好多人喔 因為太多人排隊關係 我們選擇不吃了 沒辦法 不吃啦 怎麼吃呢 好了 來到這個位於順義區 新開的一個購物店 叫做遠東百貨 大家看到有一個Legoland在裡面 這個mall是12月27號才開的 是一個全新的mall 大家是不是覺得我頭似有點不同了 好像英俊了呢 因為我剛剛在台灣剪了頭髮 但我特意拍多了另外一條影片 去分享我們在台灣整頭的經驗 想不想看一條影片呢 如果想看的就留言給我吧 留言才考慮不知道剪出來 不過剪得不錯 我覺得我們進去看看吧 那個mall要排隊進場 你看看 哇 這個mall有這麼多人的 這裡首先進來有頂太風 還有Lady M 好了 我現在來到這個商場的九樓 有一個很特別 超正的一個放題任食的地方 它是有分九個區的店舖 超高級 超抵食的一個店舖 它訂位說已經訂了三個星期之後 才會有位置 但我們很幸運 可能它見我們 嘶嘶嘶嘶嘶 它就給了個位置我們坐 超好幸運 因為我們本來來搏一下 誰知道真的有位置 但裡面是全部滿滿了 大家看看食物 有英國的麵包蟹 接著有mudd crab 接著有一定要有的魚生 這些是甜品來的 它有黑糖饅頭 接著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糕點 好像很好吃 哇蛋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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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蛋糕蛋糕 有這些 Custard 立刻做 接著這區就是炸物 哇有Tampura 最後一個區 應該是最後一個區 是什麼來的呢 那麼多人排隊 哇哇哇哇哇 這一個 小小小小小 pound 你好像是 很捨立 這間餐廳就是這個名字 我不懂得讀 九閘 我們這餐那麼驚人的 çoo 一 五百三十十 加一 加一 五百三十七 任食 任飲 好搞笑喔 我們這個vlog 我們兩個都轉了髮型 對啊 Hello 好了 現在來到最後一天了 我們要去我們這個trip的重點 就是 我們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見到我 就是看蔡依林的Ugly Beauty 出回演唱會的第一站 首場在台北小秘湯 Bye Bye 重點啊蔡依林 這次來台灣是專程看蔡依林的舞演唱會的 好看 嗯 你懂什麼說的 一直都說不出來 一定是說愛你 沒錯 其實我的朋友是沒有 聽說我喜歡布拉格廣場的 聽說我不是看的 布拉格廣場一定是蔡依林 發獨製 誰先 布拉格廣場一定是蔡依林 當然是蔡依林啦 當然是蔡依林啦 為什麼我覺得是蔡依林 因為是蔡依林作的 Anyway OK 我的點是 我們是來看蔡依林演唱會的 雖然我的朋友們沒有了解太多他的音樂 所以我才要帶他們來聽他的音樂 因為他的音樂真的很棒 他的演出真的很值得看現場 所以這一次 這麼大老遠的來看蔡依林演唱會 我好緊張 我很期待 因為Augly Beauty這張專輯真的非常好聽 所以我好期待 這個巡迴演唱會 希望他會多唱一些新專輯的歌 因為反正對他們來說 他們都不知道是什麼歌 所以不如就一起來聽他的新專輯 重點是位置非常好 是特C區 特C區我不知道就是 比較前面的位置 好啦我們現在出發去看演唱會囉 好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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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目的就是要我香港的朋友 看完這個演唱會之後喜歡他 就這麼簡單 OK? Let's go 我好好期等下小巨蛋什麼活動 等一下小巨蛋是 蔡依林的演唱會 你喜歡他嗎? 非常厲害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蔡依林說 加油 那是不是一個很浪漫的歌 明星的八卦線我我是不看的 我只看他們的作品 沒錯 你也覺得是這樣對不對 就是要看到他展現出來的那個美好的那一面 我只想知道看的哪一首作品 可以讓人家在KTV瘋狂 這樣就好 好啦我們現在到達小巨蛋的 7-11 那如果沒有來過小巨蛋的朋友 我可以跟大家說 小巨蛋有兩個很有名的店 一個就是7-11 另外一個就是Mall's Burgers 在Mall Sea Heart Bowl 所以呢通常呢 都會開始做這些買點吃的 或是買點喝的 沒有吃的 那我們現在就買點水啊 什麼的 然後就慢慢的開始解釋 那我要吃Mall's Burgers 你要吃會啊 演唱會是7點半開始 我們現在是7點20分 還有10分鐘 聽說開始了 趕快趕快趕快 我們成功 我都蠻多 abuse 我跟妳枕頭被提醒 快趕快到 居然它愛為了 我會了 我跟允許 你愛合陸牠 你的手絕對不開 你願意出息 就因為 她 尖叫 我尖叫 你 我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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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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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